好 這個部分好像處理的差不多對不對 然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要除菸 為什麼 為什麼要除菸 加絕對值就好了 為什麼要除菸 對啊 因為公司就叫除菸 為什麼要除菸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為什麼要除菸 那就是平均 你說為什麼要除菸 平均標準 平均標準 因為它們每一個分 它們每一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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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差異 好 應該這樣講 這個除以N是在做什麼呢 來 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除以N這個動作是要去計算 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程度 來 平均每一筆資料 什麼東西呢 離散程度 用一句成語來解釋就是喔 來寫在旁邊叫積少程度 我來簡單跟我們班的同學解釋一下喔 來 這個同學你仔細看我這邊喔 現在我這裡有兩組資料 好 你看我這邊 好 這個平均數叫做mu 這個平均數叫做mu 假設要平均數一樣 好 然後你看喔 這裡是這樣 這裡有幾筆資料嗎 這裡有100筆資料 然後這100筆資料都在平均數的附近 可以嘛 他們都很靠近平均數 然後呢 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資料它是怎麼樣 它看起來很分散 好 它只有幾筆資料 它只有10筆資料 好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沒有除以這個N的話喔 請你告訴我 如果你只考慮每一筆資料跟平均數之間的差異 然後把它絕對值全部加起來 你覺得是上面這個會比較大還是下面這個會比較大嗎 很多學生會說 老師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他們不是離平均數只有一點點嗎 沒有錯 所以照理講啊 正常的狀態下來講 如果不考慮這個除以N 上面這個東西其實它本身是一個指標 對吧 合理來說 上面這個數字如果越大 代表資料應該要越分散 可是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你沒有考慮到這個N的影響嗎 因為上面這個東西其實它跟N有關啊 你看嘛 100筆資料 每一筆資料雖然都在平均數的附近 減掉μ再加絕對值 都是很小對不對 都是比0大一點點 可能就很小 可是同學你知道嗎 積少成多 你有聽過嗎 100個很小的東西加起來 有沒有可能比10個東西加起來還大 當然是有可能的嘛 如果你覺得100筆還不夠 我告訴你這裡有100萬筆可以嗎 這100萬筆都在平均數的附近 對不對 都很小 可是加起來就很驚人 你這樣聽到嗎 所以會變成說 你上面這個東西算出來會受到誰的影響 會受到N的影響 所以你要除以N 把這個個數的影響把它去除掉 這樣你聽到嗎 所以我們的公式裡面會有一個除以N 這件事情你要會解釋 不是背起來喔 如果只是背起來誰不會 對不對 我們只是把公式背起來 那沒什麼了不起喔 所以你要了解為什麼要除以N 因為我們要去算 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程度 離散程度 離散程度喔 這裡少一個字齁 我要嚇一個人嗎 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程度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的公式裡面會有一個除以N喔 這樣OK齁 因為上面這個算出來可能會比較大喔 下面這個算出來比較小 這樣是不是就不合理啦 OK 好 欸我跟你講喔 歷史喔 發展到這邊 其實喔 已經很長一個時間喔 就是他就大概就覺得說 好吧 那這個東西應該就長這樣就可以了 來第三個階段寫上去 哈囉 欸 絕對值麻煩 來 所以我們改成什麼 改成B8 好 OK 來 這是我們第三個階段 我們的公式一直不斷的在演進 好 絕對值在數學上是個不容易處理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絕對值喔 它本身很麻煩 因為你知道喔 絕對值這個東西如果你要把它打開 你要考慮裡面的正跟負對不對 是不是很麻煩耶 但是同學你看嘛 如果你不加絕對值它又怎麼樣 加起來變成0 哇靠 這很討厭喔 欸有沒有什麼東西 它的效果跟絕對值很像 有啊 什麼東西 就平方啊 對不對 來你把平方兩個字框起來 你把它平方之後 是不是負的也會變成正的 對吧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的公式到這邊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喔 來我們的變異數就出來了喔 變異數就長這樣 來叫做 n分之 s1 減掉mu 的平方 再加s2 減掉mu 的平方 再加點點點 加到 sn 減掉mu 的平方 我告訴你 發展到這邊其實已經接近完美喔 這個東西就是變異數的定義了 這樣可以嗎 欸 折上去 這個就是變異數囉 好 好 洗到這邊喔 可以嗎 這是變異數喔 這樣嗎 問題 有人覺得這公式還不完美 所以呢 還有第四個階段 這個是變異數 那你知道什麼叫第四個階段嗎 欸 第四個階段 再把它寫上去 來 最後再把它開更號 有人主張 你這個 統計量喔 最後還要再開更號 欸 你知道為什麼要開更號嗎 開更號的目的是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調整一個東西 你要調整你數據的什麼 的變形 來 來 我要等你 來 開更號要調整變形 你說老師為什麼會有變形啊 哪裡有變形啊 你告訴我 為什麼會有變形 因為很簡單啊 來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給你聽喔 來 都要問你 3跟1的差距是多少 是不是2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覺得錢絕對只麻煩 所以我們做平方 同學 平方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 3-1 如果你把它平方 這個會變成多少 2的平方會變多少 會變成4喔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差距被擴大 你有聽到嗎 你的差距是不是被擴大 甚至我再講一個例子喔 欸我問你 1跟1分之1之間的差距是多少 1跟2分之1的差距 是不是2分之1 1-2分之1嘛 那因為我們錢絕對只麻煩 所以我們把它平方 你猜 2分之1的平方之後 這個變成多少 這個是不是變4分之1 所以你從這裡就發現一件事情 平方這個動作其實它有一點怎麼樣 它有一點麻煩的 因為平方這個動作會讓你的數據 那個怎麼樣 就是有一點變形有沒有 好像伸縮的感覺 對吧 可以讓你的差距變大 也有可能讓你的差距變得更小 所以有些人就主張說 那平方的相反運算就是什麼 平方的相反運算就是開根號 那我們不如就把最後算出來這個結果 再開個根號 再把它稍微調整回來 這樣是不是就很完美了 對不對 因為你有平方嘛 再開個根號 這樣是不是就很棒 感覺就稍微再調整回來 對不對 再拉回來一點點 所以來 標準差的公式就長這樣喔 標準差的公式就長這樣 外面絕對有一個根號 根號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同學在課本裡面 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來 標準差的公式就長這樣 好 欸 這樣問問題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欸 標準差的公式最後就長這樣 欸 然後我跟同學偷偷講一件事情 等於這公式要不要背 要背 要背起來 可是這公式看起來不太好背 所以我給同學一個口訣好不好 這公式長這樣喔 標準差外面有一個根號 來 除以n 我們以前念書都是這樣背喔 來 你猜上面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什麼 用中文來講 你猜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離差平方盒 來 請你把它寫上去 請你在背的時候背這個傢伙 背這個傢伙 來我等你 我們這段課已經快教完了 我把這公式的原油告訴你之後 等一下帶你做題目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記標準差的公式就記這一個 標準差外面有一個根號 裡面是什麼 離差平方盒除以n 什麼叫離差平方盒 同學什麼叫離差 減掉平均數嗎 這個叫離差對不對 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之後 把它平方 對不對 再把它通通怎麼樣 加起來 這個叫離差平方盒 有聽到嗎 離差就是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 這個叫離差 然後把它們通通平方之後 再加起來 這個叫離差平方盒 這樣可不可以 離差平方盒除以n再開根號 這叫標準差 考試會考 這樣會嗎 這樣會不會 好 我告訴你這個講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課本的題目 來請看課本第143頁 我要講那個立題吧 我教你標準寫法 這個立題吧 都會給他三個讚 我帶你去寫 他說給你五個數據 請你算差的算數平均數 變異數跟標準差 這五個數據是誰呢 1 4 還有誰 5 還有誰 7 還有13 對不對 好 欸考試怎麼寫喔 我教你喔 欸考試怎麼寫 考試請你跟著我一起畫表格 我不喜歡課本那種寫法 我建議你怎麼寫最好呢 這樣寫 來跟著我把表格畫出來 教你喔 教你喔 來這邊就這樣寫喔 這邊就寫一個假 然後這邊就寫一個假 減掉μ假 我個人覺得這樣寫比較好 好 來那我們的資料有誰呢 145713 14 5 7 13 3 來跟著我寫啊 不要害你喔 你猜 考試要先做什麼事情 你要先算μ假 我們要先來算μ假 好不好 你知道什麼叫μ假嗎 就是他們的算數平均數喔 算數平均數就是加起來除以5對不對 來 1加上4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5 再加上7 再加上13 再除以5 來請問你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這算出來是6 欸這樣可以嗎 這算出來是6 這樣可以齁 你看嘛這個加起來是20嗎 然後再加這個30 30除以5是不是6 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你看喔 把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 這個叫離倉 聽懂嗎 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 欸請問你 1減掉6是多塔 -5 來4減掉6是多塔 -2 5減掉6是多塔 -1 7減掉6是多塔 1 13減掉6是多塔 欸13減6是多塔 7 數學上告訴你 離差全部加起來 一定會等於多少 0 不信的話你看嘛 -5減2減1 再加8 是不是等於0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標準差的公式跟我們說 欸 我們只要做什麼 把離差 然後平方之後 通通加起來 欸所以你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算他的那個 標準差要怎麼算 欸同學要怎麼算 很簡單啊 欸我們先來算編譯數好了 來編譯數怎麼算呢 編譯數就是外面沒有根號的喔 離差平方何除以N 所以這裡是-5的平方 來跟著寫齁 加上-2的平方 再加上-1的平方 再加上-1的平方 再加7的平方 再除以多少 再除以5 我覺得你考試就這樣寫 課本現在教的很簡單 它就是這樣而已 離差平方何除以N 這個叫編譯數 來這個算出來是多少呢 這個是5 欸啊算命是多少 欸 欸我需要算一次給你們看嗎 欸算一次給你們看好了 -5的平方是多少 25 -2的平方是多少 4 -1的平方是多少 1 1的平方是1 然後7的平方是多少 49 哦 好 請問你這加起來是多少 這是50嗎 這是30 所以是80 80 除以5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16 同學請注意這個叫編譯數 這樣可以嗎 考試會考 考試它就這樣考而已 給你數據 然後你算它的離差 離差平方何除以N 這叫編譯數 如果再開更號就變成標準差 這樣會齁 這叫編譯數 來那標準差是什麼東西呢 標準差就是把編譯數再開什麼號 更號 所以標準差是多少 是 這樣了解嗎 這樣懂不懂 這很簡單 就這樣子喔 這樣會嗎 來你先看一下 我們講標準差這個公式的由來給你聽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 我看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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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是要不要 我看你 你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